滋流封面影响全台天气不稳定 随着封面往南移动 今天北部雨势趋缓 降雨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而气象局表示 礼拜四白天会有一段降雨空档 目前也解除了豪雨特曝 不过气象局也提醒 下一波较大的雨势 恐怕会在周四晚上出现 一直影响到礼拜五 到时候整个西半部地区都得警戒 台北天空飘整明明细雨 雨伞雨衣统统出动 最后怕凌晨落汤机 持续受到滞流封面影响 全台天气都不稳定 今天的封面位置 位于中南台湾一带 所以我们今天白天的天气 还是受到滞流封面的影响 到了明天的时候 封面会逐渐的北台 这段时间封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随着封面南移周三 北台湾降雨稍微趋缓 但中南部仍有持续性的强降雨 气象局最新的雨量预测 12号下午2点到13号下午2点 24小时累积雨量 基隆市台北市嘉义县市 大约有50到100毫米 新北市桃竹苗台中彰化 南投预估雨量会再多一些 在80到150毫米区间 气象局也提醒 周四白天虽然有短暂的降雨空档 但下一波较大的雨势 周四晚间又会出现 整个西半部都得警戒 明天晚上开始到后天的白天这段时间呢 在我们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呢 都会有明显的雨势 比较强的这个雨势 目前看起来还是在礼拜五的这个清晨 凌晨清晨左右到这个中午以前 是主要的一个降雨的时间点 周四晚上封面会来到北部海面 中部以北心有感 雨恐怕会一路下到礼拜五中午 而中南部影响时程会再拉长一点 恐怕要到周五八晚过后才能解除大雨警报 等到封面已往巴士海峡 周六就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 但在这之前出门还是得带上雨具 接着周红盛SNG小组台北报道